这个实际上就是因人而异的 比如说这个患者 他有高血压 他有高血糖 那么我们就主要是要控制血压 控制血糖 如果这个患者的话 吸烟酗酒 或者说是缺少运动 那我们就要让 劝他就是戒烟 戒酒 活动 这样的话来 减少这些因素 对这个脑血管病的影响 那我们会告知这种病人的话 就是低炎低脂饮食 然后有糖尿病的患者的话 就是糖尿病饮食 然后通过这些手段的话 就是说是最大程度的 结合药物来预防脑血管病 那比如说要力所能及的 这个功能锻炼 我们说的力所能及 就是说是要以他不类的原则 多进行一些社会活动 功能锻炼 来起到这个 强身健体预防脑血管病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